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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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钱鸟 今天是PRB GTS耐久积分赛的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当然是要在牛北啦 经过了30分钟的排位之后 由Rocky的Lexus RCF GT在获得岗位 第二 千草福尔的野马 第三 威斯里苏华路 WRX GR3 第四 千鸟苏华路 WRX GR3 第五 Alex苏华路 WRX GR3 第六 翔哥 BMW Z4 GT3 第七 不会念 去叫他社长吧 学佛兰的C7 第八 阿凯先生 法拉利458 意大利亚 第九 Jack Nissan GTR GT3 甚至前面WRX还真不少 比赛准备开始 Rocky已经暖胎圈绕回7年 比赛开始 Rocky居然能够在排位赛中打败千草 获得岗位 厉害 和我放在一起把我顶出去 拖离了最前面的鸡摊 Rocky跟千草 高手的对决 好像很想有办法一起跑比多久 就一直看着一二拍 沿得超紧啊 在这个路线其他载的牛肺 游玩来玩去的 现在不是很好超 很快辆车已经经过了 四公里了 差不多一个一般赛道 可能 就是四公里多 现在这一段 这是我鼓手的一段 看高手是如何 跑的 好 期待Rocky到底能够挡多久 黏着但是没有直接拍拍进攻的千草 好 再 接下来是进入一段 上坡的直线区 会不会被吸尾流呢 千草稍微吃了一点草 然后就过去了 果然是在这个地方 吸尾微流 吃点草 增加利亚 就穿过了 来到牛北的掃射 整个斜坡的弯道 那弯开起来感受是很特别 跳动跳动 不太糟 会不会滑出去 但实际上又不太常滑出去 在那个位置 不太糟了 不太糟了 接下来一段连续呢 下坡的弯路 你会不会滑出去 刚开始练牛北的时候 这带是最容易爆炸 千草稍微吃到了一叶草 这个速度可能会慢下来 有机会被返超吗 会是千草 这样子吃草都没有失控 我来吃的话一定在路面 壮烂了 只将来到最后几个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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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样是牛北特色之一的斜坡弯 这一样是牛北特色之一的斜坡弯 Rocky没有好好进到内线 距离马上被拉开 看来这样直线是先不到尾流啦 看一下刚开始的沉默 为这里打滑跟我撞在一起的画面 刚才被Alex顶到直接回赛头 这也算是不错啦 再来的是 Alex在这边吃草回来的时候 翔哥重重点到他屁股 哇翔哥的车辆 受损 翔哥的车辆 前轴跟引擎都受损 速度整个慢线了 后面的阿凯跟J 轻松的就过去了 这个实在是 有点倒霉啊 Alex又吃到草 滑回来再一点J被卷入 但这个失误Alex卖下来 J趁这个机会立刻超过去 嗯 重播在刚过4公里的地方 这里想要在这个S型驱断超车 结果自己压到草石缸 扭来扭去有救回来 感应真快 再来17公里 我想跟一个内线超车 事物们最终在一起 自己撞在旁边的墙 这也在草地上打滑打滑 但是 救回来的时候 跟阿凯撞在一起 最后 突破阿凯的防守 也算是有点幸运 所以J现在才会爬到 第六名 不然前面一段都在敲阿凯敲破 我 黄奇 第二圈开头 没多久就来一个黄奇 喔 Rocky停在路上 我撞到Rocky了 虽然已经下车 但没有停住 Rocky在第一段下坡 刚到转弯区 没多久就自己冲出去 然后就回来 又开出去 直接切西瓜 然后滑滑滑滑 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控制车辆 然后就停在路边了 诶 又动了 后轮冒出白烟 不断的 踩着油门跟转弯 好像还有刹车 是不是 激线故障 感觉有可能 4.5都过了 社长跟J Alex也过了 翔哥也过了 Rocky还停在那边 没有前进的迹象 诶 阿凯也来了 落到第九名 动了 动了 好可惜啊 赶快起跑 第二圈开头 诶 怎么又 动一下又 直接撞上墙 好像还是失控中 不断的在吹油门 好我们回头比赛 应该是机械故障 这已经追到第四名的社长 最后社长是因为 它是 TWACFB社团的社长 那 他们有在定期办PC版的 Asetto Quarta比赛 所以 如果 有兴趣的话 赶紧参加 我们会变得更大 这有个连任金井 哦 社长稍微慢了一点 就突然冲过去了 實在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是小失誤吧 第六第七也在對決 兩個Alex Alex自己出去 突然想歌唱過了 第九名Rarkin 終於上路了 好不容易不遠 大落後啊 看看小地圖 跟前面的距離 大概三分之一卻有 看還有沒有機會 一拼勝負呢 現在比賽才過去十分鐘 還很久 還很多變數 看一下這段成果 就是想勾抽阿凱 阿凱自己撞車 阿凱也算是蠻特別的 他很堅持的不想使用ABS 跟TCS 想要自己完全操控的車手 很有挑戰的型 像我的話就不喜歡關掉ABS 踩一下就鎖死 沒有那種用力煞車的感覺 嗯 嗯 可是因為 踏板PT跟真的車踩起來 是不太一樣 真的車會感覺你踩得很大力 在下車 那個 方向盤這個踏板就 他是用 行程來看 裡面是有河邊電阻 所以 踩到底的時候 他才是最大的煞車量 我感受不到自己踩得多大力 而是踩得多深 跟實際上有點不一樣 比較好的煞車踏板是 有模仿出真吹的那個感覺 前運 歪 有模擬器的 或是用F拍的 這個踏板就很窄 我還很開心的一直踩 一直踩 一直踩 好 看 其實我很快 有個大力的 我看 第四是J 第五是射角 第六是翔弓 這三台現在正在一個不遠無近的距離跑著 感覺速度差不多 然後第七是Alex 第八是阿凱 第九是Rucky 這次站有很多人沒有來 比賽時間已經接近過年了 大家都忙 然後還有該死的魔物 社長好像漸漸的被香哥追上 香哥這一場就是玩魔玩到都沒有練的 一上場還是跑挺快 很厲害 大直線吸到社長回流 沒有完全超過去 因為車輛直線速度的關係嗎 花好一段時間才完成超過 不過這樣子社長就沒有機會反吸了 外面斷大的直線也有可能可以反吸 最後再超回來 第二拳結束 翔哥跑在前面 五六喔 不用練跑五六 剛開始練還跑七分半以上了 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 下一集再見 掰掰 掰掰